洪百荣爆料,我不爽大嫂陈维玲。原来他们当年曾经发生这件事。多年后二人才成功打开心结。 许多人常说结婚不是二个人的事,而是两个家族的事。 结婚后除了要经营夫妻感情,婆媳,轴理关系更是一大难题。 然而演艺圈这对知名的轴理代表陈维玲,洪百荣却有柱子那般的好情意。快来看看,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吧。 宋一鸣和宋达民是演艺圈中知名的帅气双胞胎兄弟榜,而他们的老婆陈维玲和洪百荣也双双都是大嫂团的代表,常在节目中大谈夫妻、家庭的他们,深受观众喜爱。 陈维玲透露,两人刚嫁进宋家时,其实也有一段母和妻,甚至为了一台吸尘器互看对方不顺眼还差点翻脸,不过后来靠住沟通,他们才把心结打开,并慢慢累积周里的好感情。 近年来,他们不但总是在节目中一搭一唱,就连做公益,表演也都像连体英般同进同出,姊妹般融洽的感情大家都有目共睹。 而维玲表示,她和百荣维持周里好感情的关键原因就是爱与沟通,靠住爱与沟通,他们相知相惜,不互相刁难,而且两人之间都是以维玲,百荣相衬,他们就像姊妹般,从来就不用大嫂来,大嫂去。 另外,他们因为有助共同的信仰,他们常携手做公益,也由于孩子年纪近,都会一起玩。 快来听听两人维系周里感情的关键,陈维玲,台湾女艺人,曾当选中国小姐,为台湾著名模特,亦参与连续剧拍摄,结识宋一鸣后两人交往并结婚,婚后奏入家庭,放弃演艺工作。 后因电视节目制作人邀约成为大嫂团议员,目前和丈夫宋一鸣一同担任许多广告代言和社会公益活动。